孙卓的买家父母恐被送进牢 孙海洋律师直接垂出对方三大罪行 班主任如何成为关键证人 如今 孙海洋一家迎来了团圆 不过背后的故事却充满波折 买家竟然直接破罐子破摔 将孙卓的个人信息报了出来 而且帮助孙卓离开取校的班主任 现如今也深陷舆论泥潭 将社交账号都进行了注销 这期间都发生了什么 买家一方都做了什么事 让大众如此气愤 据了解 孙卓一直将班主任称为王妈妈 在与孙卓社交账号上的互动中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了这个王老师的身影 然而就在孙卓回到深圳后 这个账号却被注销 网友们纷纷猜测 或许是害怕买家方面进行报复 毕竟班主任王妈妈为了孙卓可以顺利离开 不仅让孙海洋一家从侧面离开 还将前去学校大闹的买家亲戚拦了下来 孙海洋夫妇顺利起程回家后 也是将孙卓的相关事宜将由律师全权带领 前几天 律师也向大众公开了声明 但值得注意的是 声明中第四条 虽然仅仅只是律师极其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从其中我们不难看出 所列举的养父母三大罪行 首先就是整件事情当中 孙海洋一家是受害者 十几年里 他们所耗费 并不止时间和精切以及精力 还有没有办法弥补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光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而严谨买家的或许是高额赔偿 第二就是 事务所将继续问孙海洋一家提供法律援助 跟进后续的相关事宜 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对此白岩松已是评论道 买卖双方都是犯罪 社会该睁大眼睛堵着漏洞 买卖同罪 不论是买家还是卖家都将难逃一起 第三就是关于孙卓的户籍问题 仍旧存在着诸多漏洞 买家也已经触犯了众多相关条例 只有受到相应的惩罚才能够起到警示作用 让坏人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从而杜绝孙卓事件的再次发生 假如孙海洋的律师手中掌握了实质性的证据 那不论有没有养育之恩 只要涉嫌违法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而孙卓的班主任王老师 或许就会成为这其中最为关键的证人 因为他了解孙卓以往的学校 也有孙卓的相关档案 孙卓的户口被洗白了 那孙卓的过往档案资料 或许就会成为案件最有利的证据 而孙卓在回到深圳后 王老师将账号连夜删除 不仅仅是保护自己 更是在保护孙卓 因为孙卓的养父母 做出太多令人愤怒的事情了 养父母撕破脸将孙卓拉黑 买家二姐的做法更为过分 故意将孙卓的个人信息曝光泄愤 或将成为养母的帮凶 相较于养父母一方的行为 孙海洋的做法就很令人佩服 从孙卓认亲开始 孙海洋夫妇和孙卓的养父母 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对立面 一边是有着十几年养育职恩的养父母 另一边是为寻找他在外奔波 十几年的亲生父母 孙卓的内心肯定是混乱的 最初孙海洋尊重孙卓的意愿 让他留在养父母家 孙卓所做的决定 也不能看出他是一个善良感恩的人 但就在他回家之后 一切都变了 孙卓的养父母开始屡次闹出事情 为了阻断孙卓与孙海洋联系 竟然直接没收了孙卓的手机 但是这依旧没能阻止 孙卓与孙海洋团圆 最后或许是恼羞成怒了 直接将孙卓从家族群中除名 而买家二姐的行为更为过分 就在孙卓回到深圳后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孙卓的买家二姐国亚林 突然在社交平台杀出了很多视频 甚至还曝光了孙卓的曾用名为国斌 还曝出了孙卓很多小时候的很多照片 以及获得的奖状 而孙卓的事情在网上传播后 他就被婆家退离婚 现在又将孙卓众多隐私暴露出来 难免会让人怀疑 他是为了泄愤 细心的网友还发现 买家二姐所晒的照片 和孙海洋寻子所用的照片 几乎相差无几 因此不少网友纷纷在评论区中 怒斥买家二姐时帮凶 明明知道孙海洋苦苦寻找 十几年的孙卓就是自己的弟弟 他还帮着母亲隐瞒起真相 实在是令人感到气愤 反观孙海洋的做法就令人十分佩服 自相认至今 他就处处为孙卓着想 刚开始孙卓不想回家 他们就默默等待 之后决定回深圳 又不愿千里亲自驱车 接孙卓回家 在回家路上考虑孙卓上学后 不会有时间游玩 就带着孙卓到处玩耍 还将孙卓的学校联系好 丝毫不耽误孙卓的学业 而孙卓的亲戒孙岳 也是站出来发声 他表示自己将放弃国外的高薪工作 回到深圳 一心只想着陪在父母和弟弟身边 这样鲜明的对比 让人不得不佩服孙海洋一家人的格局 但是近日 孙海洋却在采访中透露 孙卓在回到家后 突然性格大变 孙卓在回到深圳后 性格大变 孙海洋直呼 令人心疼 网友们见状后 也是发出了灵魂拷问 杨母在这十几年里 究竟做了些什么 近日孙海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孙卓在回到家后 性格上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变得十分的斯文规矩 做什么事也变得很小心翼翼 这样的孙卓 让他感到有些陌生 因为孙卓在被拐之前 算是家中的小霸王 十分调皮淘气 而现在如今的孙卓 和小时候有很大的反差 孙海洋心中很难接受 他内心并不希望 自己的亲生儿子 在自己面前这么规矩 像陌生人一样相处 其次就是 孙卓在被拐之前 身体十分强壮 白白胖胖的 在被买家养了这么多年之后 变得十分消瘦 孙海洋心中满是心疼 网友们对此也是灵魂拷问 养父母究竟做了些什么 会让孙卓产生这么大的变化 除此之外 孙海洋还透露称 自己现在与孙卓之间 存在沟通障碍 当自己在用家乡话 和孙卓聊天的时候 孙卓听不太懂 当孙卓说话速度很快的时候 自己也是听不懂 而对于孙卓来说 山东话过去会成为 他这辈子很难割舍的印记 不过相信在时间的见证之下 父子两人之间的沟通也不成问题 而此次孙海洋一家 再回到深圳后 也是委托律师发布声明称 为了给孙卓 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 此后便不再公布孙卓的有关信息 而在声明中 律师也是重锤出了买家的三宗罪 班主任王妈妈 或许会成为孙卓这件事中的关键证人 不过事件此后的进展如何 我们就静等结果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 对此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观点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入侵圈请联系我删除修改视频 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收藏发弹幕哦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